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意外的美洲探险 当我们谈到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 是位历史上著名的探险家时 总是免不了要提到他那次意外的美洲探险 这个故事充满了惊奇 误解和一点点的幸运 让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段历史吧 首先让我们回到1492年 那是个充满冒险精神的年代 哥伦布原本的目标是 找到一条通往亚洲的西行航母 因为当时的欧洲人对香料丝绸 和其他亚洲珍品的需求非常高 哥伦布坚信地球是圆的 虽然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奇的想法 他认为只要向西航行 就能到达富饶的亚洲 于是哥伦布说服了西班牙的 伊沙贝拉女王和斐尼南国王 获得了资金和三艘船 圣玛利亚平塔号片特和尼尼亚号尼亚 他们出发了 满怀希望和梦想 却完全不知道 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大陆 经过数月的航行 哥伦布和他的船员 终于在1492年10月12日看到了陆地 当他们登上这片土地时 哥伦布坚信自己 已经到达了亚洲的某个岛屿 可能是印度或中国附近的地方 于是他称这些当地居民为 印第安园 印第安寺 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尽管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哥伦布的发现 其实并不是第一次有人踏上美洲大陆 早在数千年前 原住民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而在哥伦布之前 北欧的维京人也曾经到达过北美洲 这些事实让哥伦布的发现显得有些滑稽 然而哥伦布的航行确实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他的探险开启了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和探索 带来了无数的文化交流 贸易机会和技术传播 当然也伴随着冲突疾病和悲剧 哥伦布的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伟大的发现并不是来自于精确的计划 而是来自于意外和误解 这也许是历史最有趣的地方之一 它充满了意外的转折和出乎意料的结果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个故事时 不妨带着一点幽默感 想象一下这位探险家在船上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快到印度了 结果却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 这种意外的美洲探险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工业革命 蒸汽机的时代来临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 回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 探讨一个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 工业革命特别是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 这段历史不仅充满了创新和突破 还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和人物 首先我们来谈谈蒸汽机的发明者之一 詹姆斯·瓦特·詹姆索瓦特可不是一开始就发明蒸汽机的 它其实是改良了托马斯·纽科门·托马斯·托马斯·纽科门的蒸汽机 纽科门的蒸汽机虽然已经能够用来抽水 但效率低下 好没样 瓦特在1765年改良了这个设计 增加了一个冷银器 让蒸汽机的效率大大提高 这就像是给一辆老爷车换上了最新的引擎 瞬间变成了跑车 瓦特的蒸汽机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 更是经济上的革命 它让工厂可以摆脱对水利的依赖 随时随地都能运转 这意味着工厂不再需要建在河边 城市化进程因此加速 想象一下原本宁静的乡村 突然变成了烟囱淋漓的工业区 这种变化有多么震撼 说到这里我们不提到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瓦特的蒸汽机刚问之时 很多人对这个新玩意儿吃怀疑态度 据说有一次瓦特在展示它的蒸汽机时 一位观众问他 这个机器能做什么 瓦特回答 他能做任何你想让它做的事情 这位观众又问那他能煮饭吗 瓦特幽默地回答 如果你愿意花点时间设计一个合适的锅子 它当然可以煮饭 蒸汽机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从纺织厂到矿山 从铁路到船舶 无所不在 特别是蒸汽火车的出现 让人类的移动速度和距离达到了前所未将的高度 想象一下 原本需要几天甚至几周的旅程 现在只需要几个小时 这种速度上的革命 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然工业革命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比如环境污染和劳工问题 工厂里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 工人们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工资却低得可怜 这也引发了后来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改革 总的来说 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是工业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 还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 技术的进步虽然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但也伴随着挑战和问题 我们需要以智慧和勇气去面对 才能真正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福祉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下次我们再一起穿越时空 探讨更多有趣的历史事件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柏林围墙倒塌 冷战的终结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严肃 又充满戏剧性的历史事件 柏林围墙的倒塌 这个事件不仅标志住冷战的终结 还让我们见证了历史上最具 象征意义的拆墙行动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1989年10月9日 看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背景 柏林围墙建于1961年 目的是阻止东德人逃往西德 这堵墙不仅分隔了城市 也分隔了家庭和朋友 冷战期间 柏林围墙成为东西方对峙的象征 甚至可以说是冷战的脸 那么为什么这堵墙会在1989年倒塌呢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当时东德政府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 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高涨 11月9日晚上 东德政府发言人军特沙伯夫斯基 G.Ceren Chabowski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意外的宣布了新的旅行政策 允许东德公民自由出境 当记者问他这项政策何时生效时 他一时语测 然后说了一句立即生效 没有延迟Sofre推查 Unversklet这句话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口误之一 Sofsokjinsokjutsuhenkashiwairin 数千名东德市民涌向围墙 要求通行 边境守卫在混乱中不知所措 最终决定打开边境 就这样柏林围墙在一夜之间 被人民的力量推倒了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当时西德的电视台 正在直播这一历史性时刻 主持人甚至在直播中开玩笑说 如果你家里有锤子和凿子 现在是时候拿出来了 结果很多人真的带着工具来到围墙边 开始亲自拆墙 这场拆墙派对成了冷战结束的象征性庆典 柏林围墙的倒塌不仅改变了德国的命运 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它象征住自由和团结的胜利 让我们看到人民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这个事件告诉我们 历史有时候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发生转折 而这些转折往往是由普通人推动的 所以同学们当你们感到无力改变现状时 想想那些拿住锤子和凿子的柏林市民 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 无论多么坚固的墙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都能被推倒 希望这个故事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和幽默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 今天的历史之旅就到此告一段落 希望你们和我一样 从哥伦布的意外每周探险 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革命 以及柏林围墙的倒塌中 找到了不少的惊奇和乐趣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一位热爱历史的讲述者 每当我们回溯这些历史事件 我总是被他们背后的故事 误解和巧合所吸引 哥伦布一心想找到通往亚洲的航路 结果却发现了新大陆 瓦特的蒸汽机让世界进入了工业化时代 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而柏林围墙的倒塌 则让我们看到人民的力量 是如何改变历史的 历史总是充满了意外和转折 这也是他如此迷人的原因 无论是因为误解还是巧合 每一段历史都给我们带来了 宝贵的教训和启示 而现在我也想听听你们的声音 你对这些历史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你有什么有趣的历史故事想分享吗 无论是提问还是讨论 请随时加入我们的对话 这里是六博士的历史课堂 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次历史之旅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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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